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等一下我們還有隱形 所以我先補充 其實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大家可以看直播的狀況 我們幾位堅韌老師也都有發表他們心裡面覺得還不錯的 可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project 我希望如果大家真的你有興趣的時候 等一下結賽之後也可以問問其他幾位堅韌老師他們心裡面 比如說有人提到1號 有人提到2號 有人提到10號 尤其10號這個作品就是在那邊的倒數第二個 有一顆像心臟的紅的那個作品 那個邱文傑老師有一些很好的比喻 那這個如果等一下之後結賽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問問邱文傑 然後我就不在這個場合裡面 可能我想因為剛剛幾位老師都希望能夠開放你的時間 讓各位同學花很多離奇 或者你在看自己的或看別人的做成 可能有一些話想問 或者你對這個題目本身在怎麼去轉譯 我今天用了一個轉譯的名詞 你怎麼去看它 那我不曉得我開放你各位同學 有沒有同學想要問邰輝老師 或者說說你們自己的辦法 怎麼樣 不要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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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或者你們曾經各組有曾經爭執過什麼 一直搞不定你們自己的那個決定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進途很重要的一個點 懂沒有 可以直接問說為什麼沒有選我 我才能做小問題 就直接這樣問 有沒有 沒有 我第一個 好 我覺得你們能夠盡量還是多問一點 我第一個想要 剛剛老師在講這幾個作品的時候 第一個提問 再問這次的第一名13 13 他說這個組合是什麼關係 你們之間的組合是什麼樣的過程 可以說說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好像蠻重要的 因為剛剛柯文傑老師有特別的問 他很好奇這個組合 那誰可以代表 麥克風 這次問我們的主持人嗎 當然我們 我們總共四個人 然後其中有三個是學生 然後一個是 一年級的學妹是土木背景 二年級是土木背景 然後土木背景 然後我是數學 就是大學是數學系 然後有一個是 那個 設計主義年級的同學 所以大學是年級的 所以大學是年級的 所以有三個學士後 三個都可以 所以都很錢 不是 我說 年齡 年齡 可是 有沒有覺得說他的建築非常成熟 對 他學士後 一二三個 一二三個 各一個 一二三個 一二三個 各一個 各一個 一二三個 各一個 我要注定年級 好 好 好 但你們 團隊裡 我們一位是 感覺上是一個 主導 主導的還是說 是 而且 你們的 chemistry 是怎樣 主要是 你跟我們討論的話 就是 我們就是 我跟 那個 他 他 他不想再講 他 他不想再講 討論得出來 就是 問問的話 就是我們就想知道 這個 這個 太想 對啊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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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會有一些問題 才對啊 台灣人 沒有問題 我比較好奇 是 他們好像不想看 那個 聽播 哈哈 他們說剛剛的直播 大家房間都沒看 對 其實 直播的 都多 再多一些 都會有些意見 對 因為可能 路也三點 不是那麼小 各位同學 有什麼問題 問老師 剛才 如何 recap 就是 中間有一輪討論是 所有 老師都參與 每一輪討論 我們這個任務處 有很多這些 不管是文化上 是 歷史上 各方面的 建築條件 但是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 我把這個文學 文學這個題目放進來 我把歷史建築放進來 就是 我們建築是如果去轉譯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 新的一個創造 所以轉譯是一個 另外一層面就是說 對話 因為有何老師提出來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比如說看 不管這個夢點 或者其他這些 這些作家 有一定地位的這樣的作家 你在 你在做 你在 有點像你在幫他設計這個房子 或者你在 用它作為這個房子 設計的一個租景的時候 你是跟它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你是想辦法把他的文學創作的手法 轉化成建築 還是說 你其實是會 不斷不斷地 慢慢去找到 或者逐步去找到自己的一個聲音 建築師 你也可以說你是空間的詩人 然後你跟文學 你跟文字的詩人 你可以跟他們產生一種對話 但你用你的語言 那你的語言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層面的一個 一個思考 所以這兩件事情讓我們 我覺得是可以不斷地去想 因為 畢竟它只是十天 十天的一個 一個exercise 那如果說 你再往下 尤其像比如說 當年第一年進來的同學 你未來三年 你會 這些內容 會讓你怎麼樣去看你未來 以後的每一個設計體驗 這個 我 這個 我想 40年前 我們在東海上課 蔡寶德跟我們上課 他一定要問 說 有沒有問題 當然是沒有問題 As a good Taiwanese 有沒有問題 結果 他就很不高興 他就要數錯一陣 講到下課都結束了 他還沒 還沒辦法講完 但後來我們終於 到學期中 我們終於想到 大家 拜託 準備一個問題嗎 我 我 講一下 剛剛 我們講到 翻譯的東西 其實翻譯看起來容易在翻譯的 因為翻譯 其實到現在 尤其翻譯師 到現在 在 這個翻譯師的 這個理論上 就是路線上 會分兩條 一個是 直譯 一個是意義 這是兩種翻譯法 這兩種翻譯法 目前還共存 然後也互相攻擊 就是一首詩 你到底 你要翻譯一首詩 一個是要忠於文本的 主詩 絕對不懂 你要把它清楚的 你不能夠參入個人意志 你要忠實的把它翻譯出來 另外一種的理論是 你翻譯的人 要把這個詩搞懂 搞懂之後 你在中間 可能 因為文字轉到文字 不可能等同的 你就是忠實 但是這兩種詩 現在還是共存 就是 會有 直譯跟意義 這兩個事情 所以翻譯本身 是不可能完整的 到底是 在這個 這個本身 就是 中間我們討論到 有一個 叫Lost in translation 就是你在翻譯過程中 一定會喪失一些事情 這是不可避免的意思 真不用想說 我要做出一個 沒有露街的翻譯 是不可能 你可以填進你自己 這是比較重要 沒有誤會 那個原來的人的精神 再問一次有沒有問題 他們不下課 狗老師不下課 最後我還是請宇洋 給我一個結論吧 就是 看這個 整個 其實沒有結論 就是 這是一個開始 對我來說 我想 我每同學的一個期許 它其實代表是一種開始 然後 對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 做這樣的書籍 然後 跟我老師 亂的 還會被E-mail 然後我們那個 WeChat 就會讓我把很多事情 進一步去想 當然還有很多 比較 就是錯亂的一些 一些一些 或者有 矛盾的一些想法 但是 我覺得畢竟在 這個事情上 我花很多時間去想 然後 前面有一個 就是我還有一個討論 就是 關於 就是建築它最後的成果 像這一次 其實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 做完這個 練習 它是直接變成一個展覽 那麼 展覽 跟 建築本身這個關係 因為 其實在以前 建築是 不需要被展覽 它做完是讓人去 用 讓人去變成這個 國的生活的法界的部分 那麼 現在 整個世界 時代是不一樣的 所以好像做任何事情 它都要 有呈現有展覽 所以這個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其實沒有 不知道該怎麼去 去看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真實的問題 既然講到這一點 我就要講到展覽 就是在泉州 這個題目當然 應該猜出來 還有一個具體地點 是在泉州 那麼這個房子 它會 在 七天以後 它會有一個 有第一次的一個展覽 一個機會 就是它現在預計 簡單的修繕過 所以房子 真的是可以進去的 那麼就會有一個展覽 然後我已經 跟泉州那邊說 因為在這邊 做這樣的一個出題 所以會有成果 那我今天看完之後 我真的很想馬上 把大家的東西 全部拿過去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會非常棒 但是我知道 就是現實條件 可能沒有辦法把東西都搬過去 但我就想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辦法 先辦一個 一個像是一個預展 所以我希望能夠 等一下 那個 課後會 跟 跟 這個主要的 這個同學來 把 可能就是 十三張過面 好 來 給我們那個 Digital bar 然後我會在那邊 讓那邊的人 把它印出來 然後做一個 第一次預展 然後我會很希望能夠 在 未來的這個 半年 或一年之內的時間 能夠有 想辦法把這個 大家做的這些成果 能夠帶到 帶到這個 你們的泉州去做一個 正式的展覽 我會鼓勵的 甚至在其他城市 都 OK 我想今天也撞得很晚 我覺得等一下還有零星 所以 我大概 先說一下 那就是我們這次還是 最後謝謝我們的 出題人 劉宜洋 也謝謝今天參與的 我們所有的老師們 包括建仁老師 都來 參與我們的 這次的進步 而且給我們很多意見 只是沒有在 最後跟各位說 那我還 非常謝謝 君洋 我們謝謝君洋 我們劉宜洋老師 就做了一個 完整的聯課 我們知道剛剛都還是在 最後還是恭喜大家 這是很難得的一個練習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練習 最後最後有一個最精彩的壓軸 就是我們要把第一名 我們的頒獎 頒給我們這一次的第一名的這個組 我們先請第一名的這組的四位同學到前面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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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老師跟第一名的一名 我幫他們頒一個獎 然後一起照一下 不要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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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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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最後,老師都會坐在這邊 然後大家要來 我們全部都拍一下 好,好不好 所有的我們的老師都在這邊 然後 他都坐著 那個都坐著喔 那你老師都坐著好不好 坐在地上 坐著會被遮到嗎 不會不會,從高手拍不會 我們請老師一起 你們一起啊 planade 好, traged點 researchers 實驗 人 算